这算不算吃胎 有没有吃胎 你觉得 大家好 我是狗哥啊 今天我们来到小王这里啊 对我的比亚迪钱不拉死 我要做一件大事啊 长王同志 不是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有个想法啊 我想把我这车车的四个轮胎前后掉一下 因为我车现在已经四万公里了 可以掉吧 可以掉 我反正想着我的车它是有胎压监测的吗 我前后掉下不影响吗 只是说它的位置位置不一样是 对对对对 但是我想了就是说我反正这个车我自己开了 我就是哪个轮胎欠压了什么 我自己检查一下掉哪位置 我自己心里清楚的对应该没什么很大影响吧 那你就把我的车前后四个轮胎倒下了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总理是吧 总理城市三万九 然后huv里城市将近七千 因为里城市三万二啊 加钱还不到四万公里啊 再有三个月就两年了 我的车 现在车已上架 准备倒轮胎 王师傅 我这又白嫖的啊 不出钱的啊 那你也得给我装紧了 再装紧一点啊 我为了你半路轮胎飞出去的 好了 现在我们把这个车的轮胎啊 已经拆下来了 这就是左侧的前胎啊 看一下这个胎文 这是右侧的前胎啊 现在拆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感觉可能是右侧的前胎 磨磨损可能稍微大一点啊 因为这个车有时候我们起步比较猛啊 原地打滑 你看到这上面 被我已经挂掉好多了 现在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右侧的前胎 跟右侧的后胎对比一下 这个右侧的后胎明显 你看到这个胎文啊 不管什么方面都特别深啊 这是左侧的 左侧的后胎啊 就像新的一样小玩是吧 看到吗 原厂车胎啊 加通的原厂的啊 没有换过的4万公里轮胎 这算不算吃胎 有没有吃胎你觉得 这个 反正差不多吧 差不多 有没有吃胎吗 这算不算吃胎 现在开始安装了 我觉得换下轮胎 我得要跑高速 心里也好一些啊 如果说同样抱胎的情况下 抱后胎肯定比抱前胎要安全一点吧 是吧 因为你前胎是方向嘛 看我这个车啊 经常在工地上开啊 这个前程这个也是伤痕累累啊 上面是机动人性的时刻啊 我们掉过轮胎了 然后看一下 看一下他的这个 台下监测这些东西 哎 完美 大家不要问了啊 没给钱 又是白嫖白嫖啊 大家觉得在外面如果掉4个了呢 还需要好多钱 现在我们啊 是把这个钱后胎对掉了 到现在还是没有脱离啊 现在我们就准备上高速啊 刚才加了200块钱的油啊 这个加油钱还是我们去年参加比亚迪那个活动得到500块钱油卡 现在还有200块钱啊 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上高速 我们上高速的时候有一点电啊 然后现在下高速 我们用的智能宝电60% 现在还有60%的电了 现在我们把它切换为EV模式 在长沙市区域我们就用EV的啊 刚下告诉我们 你看我们前面拍了两辆什么车 一辆比亚迪的纯电13 还有辆比亚迪的出租车15啊 我是一辆比亚迪的7plus DMI 这是我2023年第一次来长沙啊 不知道说什么 你干不说这次是长沙啊 我想说的是 我看长沙的比亚迪多不多啊 遍地都是比亚迪 遍地都是吗 前面你看没有 有个奥迪 哇 这个桥真的好高嘞 我也看到我的比亚迪秦纳斯走到大城市里来了 老姐们现在我们已经到达长沙 已经把车停在这个小区里面了 然后我们今天中午倒完胎之后啊 已经开了有180公里的高速啊 没有出现任何一场啊 如果大家也是开了三四万公里 还没有倒前后胎的话 也可以倒胎了 不用八轮胎 直接把前后胎对掉一下就可以了 持续关注狗哥 跟大家 呃 去评测 去分享更多的用车知识